你處理了很多陰窄 其實我們衍生出很多問題 很多未必跟靈異有關 但不多不少也會有 其中一件事我就是想問一問 因為現在政府都推行一下海狀 也有朋友都問過一些問題 他直接PM我 他好像是他父親,他父親很喜歡海 喜歡大自然 他生前就立了個誓 你不用撞我了,你審我骨灰大海 他的女兒就問 其實這是父親的遺緣 但也聽過你的節目說盡量不要海撞 因為可能他會覺得最後收到夢境 很冷,什麼都沒有,不舒服 中國人是入土為安的 但父親是想要灑海,那怎麼辦呢 我回答他,既然是你父親的遺緣 遵從他所做的事 但可否有回事 師傅你講一下 從專業知識來計 中國風水學多年來講 以前是沒有火葬的 以前是佛教引入才有火葬 更何況所謂水葬、海葬 其實是沒有這件事的 如果你說水葬、海葬等同魚童棄施方野 是嗎 你想想一件事 漁民、水上人漁民、捕魚遺孽的人 過身都要撞上陸地 怎會有漁民墳場呢 撞在海來講,你覺得會飄浮 魚會否吃先人的遺體 後人會不好 但問題是現在可能是風氣和文化 很多東西影響了人的意識 有些人選擇海葬不要煩 為何先人會希望後人將海葬 因為其實他不想煩你們 不想你們春秋二寨都來煩 沒有時間辦我,你們要做事 要賺食 很多時候老人家怨是這樣 當然,像剛才的個案 如果說他的父親意願要海葬 你就遵從先人怨 任何東西以死者為大 沒錯 但我當然跟你說,好不好就一定不好 不好會出現什麼問題? 真的會報夢或收不到東西? 如果靈異角度來說 靈界有機會有什麼情況 但你說在風水角度影不影響人 如果他火化了的力量 其實影響後人不大 但問題是後人的心態是 你們願不願意或者忍不忍心將他放下海 你說現在有些殺落後花園 我都覺得勉強接受 都是土 中國人傳統都是土壯 葬字是草花頭 中間有個死者 死下底是泥土 你唯有將死者撞到土上 上面生花草樹木才有生氣 這是大自然的定律 道德經說 人發地,地發天,天發到 道發自然 風水也是自然的 所以中國人 古代來說當境天地 我們食諸於中土,氣諸於中土 所以我們一定是土壯的 傳統人也是土壯的 現在沒有辦法,火化也是 火化 為何會有海藏 為何會有海藏 原因是因為政府或現在一些殯葬潮流說不夠灰位 就叫你倒入海 那時候我都發明海藏的官員 我問他,你會不會將你父母海藏 他回答不了我 你真的這樣問過 我問過,某位官員我不是問誰 我就問他 我說你推揚海藏 你又有份去設計劃書 我問你有沒有將你父母海藏 不用說了 其實大家明白 是因為香港現在的土地不足 我也鼓勵 如果你說真的找不到灰位 寧願你說殺落後花園 總比倒入海 當然有些人要爭辯有很多理由 都是回歸大自然 看看你們的信仰 信則有不信則無 你問我,我專業意見 我就不估計倒入海了 你有沒有真的聽過 或者你走來問你的善信 爸爸媽媽保夢 現在在海,那怎樣? 怎樣?撈回來,撈不到 我幸好,可能我身邊認識的朋友 或者我的客人從來都沒有海藏 所以我沒有接觸過這些東西 但是有聽行家有說過 你也知道我依然做殯儀業 現在也是 有些人升級做藍和師傅 說為何有堂齋會打 在堂堂打齋 海藏原回來 先人回來報復,甚麼都沒有 好像說很冷 不知去了哪裏 迷迷湖,好像前面沒有方向 那怎麼辦? 我就說杭家打堂齋給他 那收不收到呢? 那就不知道了 要問主人家才知道 因為他已經去了海 他未必能回到上日拿了 其實我跟我們行內的師傅 即是做藍和師傅的前輩研究過 他說你這樣倒下海 其實等同於他在海邊浸,死亡沒有分別 如果你要做法事,可能要去好時期 可能傳統你要拿正在海邊招雲招回來再做事 因為其實他人有三雲七拍 人過生之後其中有雲有拍 會跟隨他的骨灰 或者跟隨他的遺體 所以路人家說有些說 如果真的收到主人家回來報夢 說當時海藏傳員回來 那些回來報夢先人說很多東西不順景 又冷又沒有東西吃 那些傳統要做法事要在海邊招雲 對,你要招雲回來才行 招雲回來才行 你不是這樣打雲債給他,要在海邊招雲招雲 但如果你有海邊 因為他們通常不是撞在海邊 通常出船是很遠的 出船出到遠都不要緊 海是水時期,他們品名了水界的神令 去帶他回來 也有這件事 我未參與過,只是聽行內的人說而已 這就是其中一件事 因為最近疫情的年紀 出現了一些問題,亦都在節目內衍生有一件事 有些人可能接不到先人回來 有些可能在外國或國內離開了 現在不能上去的 那邊可能立即要處理 那邊國內會火化的 你招雲都招雲不到,你怎樣找到雲頭回來 這些情況是怎樣的 沒有所謂的 聽聞有人在加拿大過身 回來香港和打齋都可以招雲招雲回來做 可以的 一樣做到的 其實在靈界角度來說是沒有國籍 沒有任何界限的 只要在地球裏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這樣說的 如果在這樣的概念 你不用去現場招雲 以前有個案子,前輩說在國內 某個地方,一輛巴士沖下山 死人,遺體不能回來 有些遺體找不到 那件事說有些遺體不見了 在香港,我們叫搖空發酒 那些藍和師傅說在香港當天做 下午3時接到國內電話找死者遺體 你說信不信呢? 另一順其有,另一順其沒有 如果師傅力量大的話 是可以隔空做的 其實除了力量大不大,是誠不誠心 主人家也要誠心 如果你本身要做法事做功德 你都半信半疑,怎會得到呢? 你信不信 那時我都說過,有人問我 師傅,我們蕭子摘是否收到? 很興奮這件事 我就回答,你信不收到,你不信不收不到 蕭子摘時期要叫他收東西 你叫時期的念力已經在了 怎會收不到東西? 除非你自己也不信 你不信當然收不到 那你有沒有善信跟你說 他真的收了回來,或者我叫他報夢 就是穿那套衣服? 有的 回來有的 做完法事,你當他是心理作用 怎樣也好 人也會有情緒有情感 但回來我們做一件事 因為很老實的,我做宗教行業 我都很公道的 我不會去道理迷信 因為我都沒有死過 我回答你不了 但我深信 我們唯我們心做 你們主人家也心安理得 師傅真的很好,做完老人家報夢 現在很多事都很好 有時報夢未必會說話 可能有些畫面給他看 他在某些地方 現在很好 好像我有個個案,有個客人 他的親人過世 後來死者生前有個好朋友 回來聊天說 我看到他在天橋上跟他聊天 說現在生活過得很好 有時報夢未必會給家人 有些朋友回來說 回來朋友說也有 我都聽過這樣的案件 今晚就好了 因為師傅會多留一節 多一點時間 因為剛才已經做了王爺伯伯 我不想太浪費時間 我不要緊 現在上來也是緣份 你看他今天 整裝大法,多謝師傅 剛才有一張照片 有一個題目 也很想趁著今晚 我再在恐怖在線說一次 我們剛才提到 你處理了很多土壯問題 觀目下去的時候 剛才有一張照片 剛好是很大太陽 我們在節目中提及過一件事 一定要留意和小心 如果正午12點 太陽出現的時候 剛好人 可能圍著 觀目 那個影子 投射了來的說話 是真的有靈異事件發生的 是不是這張 有什麼靈異事件發生 不是這張 我拿這張照片作一個例子 有朋友所說 影子是不能落了 觀目下面的泥土 所以當時我們做風水先生 摘日子 我們都很大責任 我們一定要識天文學 我們要知道你這個坐向 坐什麼 幾點鐘太陽在哪裏 第一可以保護自己 第二責任叫主人家 你不要站在那裏 走到那裏 我們做事 很多時候我們臨造壯時期 臨落壯 都是洋人靈異面迴避 靈異面但不等於他 都可以站在那裏 但當時靈異面迴避時期 我們都會叫他退後 其實還有一些時間 未必一定是五時的 可能有時下午三點鐘 太陽曬下來 影子也會曬下去 其實五時很少有的 基本上太陽在天頂 我們的影子會很短 所以五時時期 將影子曬下 觀察機會少 反而可能早上九點到十點 太陽還在東南面 準備東南面時期 東南面時期曬下來 如果那塊地你做的時期 坐西北向東南 那你就有機會 太陽曬到你的影子 這是真的嗎 這是大禁忌嗎 這一定是早上私下禁忌 這是必定的 有沒有試過發生這些事 有行家發生過 都說過 輕側的 他有運的 或者本身自己福分救的 輕側的就是生病 小問題 重側的 有個行家 都生命危險 都過了身 當然這件事 後期我們在行內遙傳回來 他做風水做得不好 影子都散了下去 後期就死了 都遙傳 我深信有很多因由影響 如果上山在這種情況下 還有什麼禁忌呢 如果我們上山時期 基本上我們學陰雜風水 我們多數都會有師爺附身 會有學法 還有一些保護自己的東西 我們都會有這些保護性的東西 上山去做 師傅只有跟隨上山 送先人 那些有什麼 臨上山 不過現在墳場沒有做的 現在一些圍村的禮 臨台棺材上山時期 會先拜祭 拜了在上山 拜了土地 拜了土地時期 這個土地就等於這裏的負責人 或者陀地 他會通知了這邊的山神 入到山時期 洋人要平平安 洋人要落壯 基本上都會有些儀式 但是市區比較少 市區很多時候都是 去到柴灣華緣泉墳場 去到中坡泉墳場 靈車一下來 台棺材要上山 公務就不太執著 反而入到新界地方 山頭野嶺去做 有些圍村會 繼續遵從這些鄉禮 剛才提到台棺材 有沒有試過 都是叫五宮 也叫五宮 突然間扇一扇腳 跌一跌 觀察又跌了 有沒有試過 接著有些很大的後遺症 試過有跌 但又未聽過後遺症 我入行那麼久 以我所知 未聽過有這件事 未至於傳聞之中 老爺不想走 於是 我入行未聽過 我自己做未聽過 可能有其他行家 也說很重 搬不到 這些也有聽過 也說 很重 有些人會問我 有些人會問我 是否先人生前的 心軟未了 劃心重 所以不定棺材重 有這件事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看看他們是否接受 我看很多東西 我都很科學的 你說五宮 抬棺木 那副棺材很重 有一副尺八 是否尺八棺木 你怎樣抬 很重 可能要六宮 明明六宮要抬 給四宮當然頂不住 明明棺木很大件 那副八底 用金絲藍木很重 或者用高密度的木 那副尺寸 明明那個 弓可能要八宮台 可能只有四宮 就是省錢 省錢 有些情況是不奇怪的 那說到棺木 有沒有一些 木的質地 大家又要留意的呢 有些可能不化 原來是很漂亮 但原來是難化的 其實正常來說 除非做過風水 是萬年地 萬年地可能要找非常漂亮的 棺木令到不化 現在大部分我們找的棺木 都不會找密度太高 但當然一定要耐 若干日子也要透氣 先人裏面也要化得漂亮 這些為之比棺木好 很多不同的木質 現在貴的 金絲藍木 或者柏香 這些都是漂亮的木 有些人好像落狀萬年地 好像霍英東先生 我們看新聞 同棺落狀 他也沒有想起身 那個密度一定很漂亮 他一定不化 密度高 同做棺木 霍英東先生的墳墓 我們所知道 他也不會再起身 應該是萬年地 我們剛才在旺來伯伯 也有一個話題 怎樣都恐怖在線的觀眾 多於旺來伯伯 所以我都希望拿回剛才的個案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段影片 我想也有點靈異吧 一些先人的報夢 或者令到後人不安樂 原來是有原因的 我們都可以看回剛才的影片 就是出現了 他那個墳地上 應該說那個金塔 已經是 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當時主人家 林韻樂時期 就說了一些徵狀 家人家運不好 很多人運程不好 做生意又不行 人家多病痛 睡覺常睡得不好 又頭痛 問我什麼原因 我問我憑我的經驗來說 你家有沒有祖先山墳墓地 我們原居民來的 有些人都有土壯地 為什麼第一時間會問山墳墓呢 因為基本上我們憑那個 那些有問題 多數你頭痛當然是看醫生 但你問我時期 我們都會對很多資料 原來第一 你睡覺睡得不好 經常會頭痛 第二 那些人明明做生意好地地 家運不好 運程不好 最主要就是運程不好 又或者那家人 去到某個歲數的人 全部都意外 他也沒有意外 但一定是有病痛 我們叫家運不安 人丁不安 我就會跟他說 第一我會斟酌了 究竟你是不是山神八字 行衰運 又不是那麼差 八字又沒有這件事 是不是加習風水出現問題 加習風水又不是 OK的 我就說有機會 可能你的山墳有問題 他說如果山墳有問題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說如果這樣的情況 有機會你的先人是土壯的 裡面的棺木或者金塔的話 一定入了水蟻 我們有經書說的入水蟻 後期他說我們先考慮一下 隔了一段時間 說剛師傅 我們整家人開了家庭會議考慮過 我們聘請你幫我看風水 帶我上山頭 他說先人這樣擺放不行 因為他沒有做墳墓 擺放在山頭邊 他說這個地方行不行 他說那時候去裝蠟燭去拜時 蠟燭都懂 我說這些地方不是藏風墜起 不會好風水 我說幸好你找我 就是緣份找到我 我會找到一個問題給你 他說怎麼辦 我說你們原居民是否有原居民土壯地 他說有一個人 就畫了土壯地 找一個位置去做風水 把那些先人搬過去 能搬過去時期 剛才那條影片就是 你也要站的 撿骨師傅來看 其實我知道裡面一定有問題 所以我帶著撿骨師傅去看 撿骨師傅一開 全部都是水蟻 因為某些原因 有些相片不公開 因為先人的頭骨 裡面簡直是 整個蟻痘在裡面 在頭骨裡面 那你的後人怎樣不頭痛呢 尤其撿骨師傅撿出來清洗 處理乾淨 再擲隔吉日 就在另一個風水墓地下廠了 整個頭骨裡面有個蟻痘嗎 頭骨裡面的位置 就生了整個蟻痘 其實是多久的事 剛才看的影片也看到 白色的一點點的蟻痘 整個金塔都是蟻痘 那這些問題出現了多久呢 他說頭痛問題 這十年開始慢慢來 他不是一下子 這十年來講慢慢來 十年前也試過 久不久有 但不是很密 他說近一兩年是密得很緊 痛到睡不著了 還有某一房兄弟姐妹做生意不順境 運程又不好 身體又不好 總之有很多吵架的事 其實不是承認的 先人哪個部份有問題 後人就是那裡承認 現在頭骨裡面生矮痘 告訴你後人頭痛 你不頭痛也不會找風水消息 其實先人想暗示給你聽 出了事了 你快點處理 後來就幫他蓋了 後來就幫他找回祖先鞋骨 因為其實是三個地方 在三個山頭裡面 把五座鞋骨拿出來 重新找一個地方 一次過家族的家 即是幾個先人來的 幾個先人來的 幾個先人都有問題嗎 有些已經是化到不齊 只剩下一點 盡量去做 有些化得挺漂亮的 有些先人鞋骨化得挺漂亮的 但有些地方擺了地方 我記得其中一個先人落狀的位置 幸好裡面沒事 但地方很潮濕 他擺了一塊很大的大石 山頭很大的大石 擺了一塊大石 地方很潮濕 我上去就不斷被蚊咬了 那些地方也不太好 但凡是潮濕的地方 風水不好 但其實有些人 已經不太知道自己的先人撞在哪裡 有些就引了一個魂 出去市區的一些牌位拜 風水這樣說 我也說過鬼夫及人 有些人說 如果以前有些太公的風水 有些人包咬頸 江師傅你這樣說 陰宅是影響人的 那我有些太公沒有拜 又不見我 其實有一件事 因為你沒有拜 所以就沒事了 有些不好的山墳 你不去拜 基本上就不會影響你 你裝香拜他就有事了 這樣反而沒事了 我們以前見有些老前輩教 有些山墳不好的 不要拜他 找些水泥封碑 找些水泥封碑 油紅油 封了他就不拜 這座山就封了 另外再擲一天把先人撿回 放在其他地方 撿不到就不理會他了 山墳封了他 封山就不要了 所以有些人爭論我 我家裡也有祖先的 如果這樣算 由清代到現在 明代到現在 我不是壞了嗎 其實很簡單 歷代到祖先 你不拜他就沒有力氣 問題是因為現在主人家 我這個案子來講 他還有拜 秋二祭他真的有祭祖 你拜時前就有力氣 一拜不好的事就當然了 問題是你不想有事可以不拜 但問題是你忍不忍心不拜 很多是不會的 問題是正常祭祖會拜山 一拜就有事了 所以為何說 臨落狀時期 一定要找到好一個風水地理環境 而去落狀再做墳墓 但其實引出來在市區的地方拜 是不是都可以 怎樣引出來市區的地方拜 你不去那個山墳道拜 那些為了貪方便 引了一個雲頭 噢即是招雲去長收錄位 水光長收錄位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片集 就買片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 待會兒 謝謝 下次再見 我們推薦